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Beyond KOL的Terence 也有好一段日子 没跟大家讲过中国经济了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就想跟大家认认真真 更新一下 究竟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是怎样呢? 简单来说 我就会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内忧外患 内忧源自于清零政策之后 就产生了很多经济的问题 而这些后遗症 到今天仍然是很影响 整个中国的经济 你说外患就更加明显了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 是越来越不友善的 特别美国就拉拢不同的国家 来围堵中国 面对这些问题 很多人都会说 那怎么办呢? 这个困局怎么去解决呢?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一些的资料 无论你看一下GDP也好 你看一下国民的消费能力也好 你都会发觉 中国的经济现在是非常疲弱的 虽然你看一下一月份 开放之后 是有一个反弹 就是PMI是有反弹 但是整体来说 那种的外优耐患仍然是未解决 而最近《求是》这本杂志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但其实这篇文章就记录了在去年10月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的时间 习主席在当中发表的重要讲话 那就是有五大点 第一就是着力扩大内需 第二就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的体系 第三就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第四就是要加大力度去吸引外资 第五就是要防范重大的经济金融风险 很多人读完这篇文章就将着眼点 集中在扩大内需 就是说这个就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名单妙约 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你只是看第一点 其实你是miss了的大图画 为什么呢? 要明白这五点 首先要有少少的历史背景 特别是如果你看回过去四十几年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经济发展 其实最主要是依赖三大火车头 第一就是吸引外资 然后扩大出口 这一件事特别在90年代中 到2000年代中是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之后就房地产了 基建了 所以当时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讲很多说 喂 建这么多楼 这么多商场 有没有人买呀? 所以 有很多报道就会说 其实建了都是一个死城 一个ghost town来的 更加有些人就说 你建这么多基建 有没有用呀? 有没有这个economic的return呢? 这样 再之后呢 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了 领军人物就是一帮首富 什么马云 马化藤呀 斗到落花流水 而我自己觉得 整个事态的高峰就去到 这个蚂蚁上市 虽然它最后就被人拉了下来 但当时讲蚂蚁上市 那个程度呢 是去比较 这个沙地阿拉伯 那个油公司的上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程度是多么厉害 毫无疑问呢 这三个火车头呢 是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事实上呢 也都带来很多问题的 例如 当时 为什么出口可以这么强劲? 一方面你可以说 因为呢 中国的东西价廉物美 但事实上 当时全球的环境 是讲着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的concept呢 很简单就是说 一加一等于三 OK 即是说大家合作 是会有更大的利益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一加一等于三的概念呢 就已经被一种 灵和博弈的概念呢 是取题了 即是说 哦 中国现在发展得这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我那里抢了些东西 所以你好就代表我不好 这个呢 是完全和globalization的概念呢 是背道而驰的 那房地产的问题就很明显了 就是那种高杠杆 去到尽 借到尽 发到尽那种的发展模式 那习近平一句住房不炒 就已经将整件事就定了定 那互联网呢 其实就好像很好的 但是在习近平的眼中呢 就觉得 咦 为不够啊 就是民营企业发展到这个程度 对社会影响过大啊 就是民企和国企是完全失衡啊 所以他觉得这一样东西呢 也都是不好的 那所以呢 在他这个的发表五个重点里面呢 有三点呢 其实是回应 这三个火车头所产生的问题的 所以 第四点 他就要加大力度去吸引外资 要尽量呢 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帮助出口 但我觉得呢 这个呢 其实是很难去逆转 这个世界潮流 由1加1等于3的globalization 去到一个零和博弈 而房地产基建呢 他就在第五点里面呢 就说得很清楚了 什么叫做防范重大的经济金融风险呢 其实就是 消除多年来 高负债 高杠杆 高周转 这一种的发展模式 那就是说 以前那种房地产的增长呢 大家不用再想下去了 没有机会会再重现的了 那而对于这些互联网的发展呢 其实他第三点呢 所谓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呢 就是针对民营企业 和国营企业那种的不平衡的 所以他就说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呢 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民营企业不可以过大 而国营企业就要慢慢慢慢改革 壮大起来 以达至到呢 双方有一个平衡 那所以呢 你看一下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五点 其实呢 是negative的 就是负面的 这些东西呢 他说起上来 就是说 他解决中国的经济的困局 但是如果从一个增长的角度 从一个GDP的角度呢 基本上全部都negative的 就是过去四十年 那三个经济火车头 他就告诉大家 现在要放弃了 不可以再用这三个火车头 来牵动中国的经济 所以你就说 如果过去四十年 这个是火车头的话 现在突然间 封锁了它 那你一定要有些东西 去replace它 如果不是 就中国的经济就变成了一坛死水的了 究竟他用这些什么来到去代替过去四十年 带动中国经济那三个火车头呢 那么他就说 第一 是要扩大内需 其实扩大内需呢 就有两大方面的 第一就是 要大家普罗大众市民 花多些钱 而第二呢 就是政府呢 都要花多些钱 就是说 加快那些基建呀 实施这个十四五重大工程呀等等 而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要加快所谓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就是那些什么 绿能呀 新能源呀 智能化 高端化 这一类的东西 那我就逐点和大家看看啦 第一 要政府花多些钱 加大基建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 这一样东西呢 是会补足底的 就是说 中国经济不会差得去哪里的 如果政府肯花钱继续基建的话 就是你不要管 究竟这些基建 将来起完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长远的 economic benefit 但起码这一样东西呢 是可以补到个底的 那至于你说 啊 可不可以令到那些市民 消费多些呢 其实呢 市民消费呢 就很简单的 第一就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第二 他没有这样的意愿 首先讲讲能力先 市民的消费能力 整体啊 整个社会不是个别啦 究竟哪里来 这一样东西呢 Ray Dalio呢 就是 桥水的创办人 是说得好 他就说 其实很简单的而已 来来去去 你就要看 那个money creation 或者 credit creation 就是说 究竟银行借了多少钱出去 以及政府印了多少钱 因为这一两样东西 就是将那些钱 摆了下去 人民的袋里面嘛 那所以如果你不 create这两样东西 没有credit creation 没有money creation的话 其实 没有人会有钱花的哦 那所以如果你看一下 他要去杠杆化 他要那些私人企业 不可以发到那么大的话 那就是说 整个社会 那个荷包 是收缩着 那所以如果那个荷包收缩着 你叫那些人民去哪里 找钱去花呢 那这个是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盲点 就是在一个 economic的theory里面 其实说不通 第二样东西 就说个意愿 你说可能 他荷包不是 帐簿簿 不过他都愿意花多些钱 就是说 不要存那么多钱 但是 你想一下 每个人他决定 要花多少 和他决定 储蓄多少 和他觉得 未来的经济环境 是很大关系的嘛 是不是 那如果 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 都不是高增长的 大家都觉得 未来的经济展望 不会很好的话 他也都不会大量花钱的 那所以 从一个能力 和一个消费的意愿来看 我觉得 是很难令到 那些人 真的花多些钱的 所以你说 扩大内需 我觉得 政府 大耍金钱 去办多些基建 没问题 但是你说 要些人 花多些钱 我觉得 长远来说 这个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你说 有些什么 可以真真正正带动 整个中国的经济 就落在第二点 就是说 那些什么新能源 绿能之类的东西 那你说 靠这个东西 就单天保自尊 就是你 封锁了其余的三个经济火车头 就靠这个带动 行不行呢 老实实 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时刻 是不足够的 就是如果你 封锁了以前那种 房地产粗矿式的发展 跟着又对这些互联网的行业 有很大的拳制在 而你正是靠这个什么绿能 新能源去取代它 我觉得现时来说 是未行 不过 我不能够抹杀 就是说可能 三年五年之后 它可以壮大到这个地步 就是我想 在现在来说 过早去评定它 可以还是不行 但是短时间来说 是事实上不足够 其实自己说了这么久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习近平整个经济思路 就不是单单 用什么扩大来需 来解决问题 如果你认认真真 看它那五个大的方向 说得夸张点 其实是一个换心手术 就是你看看以前 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个心臟 是靠这个出口 靠这个房地产 靠这些互联网的公司 来到泵血的 那现在你说 要换一个新的心臟 而这个新的心臟 就是那些 环保啊 绿色啊 新能源啊等等 那你说 整个换心手术 其实是相当之复杂的 莫说 究竟这个换心手术 成不成功了 就算它成功 很肯定 都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但才可以恢复过来 病人 可以重新再跑上来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未来 我想三至五年 中国经济的图画 第一 你要问 这个换心手术 会不会成功 就算成功的话 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跑上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 process 我觉得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给大家 可以有一个 宽一点的图画 看中国的经济 下次就跟大家讲个不同的话题 再见 拜拜